影著霜 你的根緊握 這片土壤 追著浪 我的夜飄過 萬里邊江 要嚮往 暗的盡頭是 地久天長 當相遇又別離 當相依又遠去 我不曾忘記 剪影刀光 划破斑駁的天空 落下的夢 破碎在風中 長風過浪 看千帆鴻 獨桑天滄海 容妝 紅妝飛揚 無故冰雪難亮 忘了有緣一場 為緣你在身旁 不負春光 就算天天笑臉 陪你天涯中間 看影破破雙肩 黃臣不虧不肝 心裡 封山 不敢 接受大首领巫洛 另派了一批人马 重新进入中原地界 但是去处不想 巫洛是一个很辣狡猾的人 最会无尽其用 他既然下了如此本钱 又派人出来 跟着刘承锋潜入中原 必有无话 好好查问一下 那个方攻部的首领 再仔细查一下 那些接触人的下落 是 齐王殿下 柳公子果然是胆色过人哪 白水关之事后 人人恨不得拾其肉 秦齐皮 你竟然还敢来西长京见我 揭术之换 不顾戒选之计 而殿下之换 却在肘叶之下 你说的没错 秦王最近是咄咄逼人 我这种叶之换 也是急迫的很呢 承蒙殿下借兵之恩 这一次我也带了不少人马 愿意随时供殿下去世 哼 我是当朝的齐王 让我用揭朔的人 不妥吧 殿下 殿下若是觉得有些事 不便出手 又或者想要暗中行事 我等切会奉殿下的号令 为殿下效劳 且无论如何 绝对不会泄露于殿下 有半分夸告 柳公子如此帮我 到底在图谋什么呀 殿下是个直爽的人 那我也直说了 殿下只取崔林 远远不够 只有李妮一死 才能以绝后患 我只想让李妮死 我这三弟果然是得罪了不少人哪 殿下放心 秦王仇家众多 定会降年不涌 我三弟素来爱出风头 他要是降年不涌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这一天过得可真快啊 小的时候 总是觉得岁月很长 但是长大以后 才发现 原来高兴的时光 总是过得这么快 你今天高兴吗 今天 应该是我有生以来 最高兴的一天 我也是 可惜再高兴了 这一天也要过去了 安德长省祭拜日 不论我有多么舍不得 这一天 还是要结束 是啊 石齐朗 如果有一天 我做了让你特别生气的事情 你是不是就不再喜欢我了 心里就没有我了 本来呢我是想骗你 说的确如此 但是我舍不得 我这么喜欢你 也许将来还会喜欢你很久很久 我认为 我不会再像喜欢你一样喜欢别人了 所以你怎么对我 我心里都是喜欢你的 我也知道 容忍之料 是有底线的 我们再打一个赌好不好 赌什么 你闭上眼睛 数到十 但是 如果你一直没有睁开眼睛 就是你赢了 那以后 如果我们俩为敌 我会先让你三次 可若你睁开了眼睛 那如果以后 你我为敌 你要让我三次 好不好 好 开始数吧 一 二 三 四 我说了 从今往后 我欠你三次相扰 就说了 我和你一分之后 按这个样子 我来吧 你叫我来吧 阿姨 此后随不成 照顾好自己 保重 如果忘了流年映花 等回忆碎了沉默 落在你心上的斑驳 那牵扯是我难舍 如果思念不曾遗落 却念着回到最熟一刻 宿命曾有过的温柔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 从此爱上我 也要为你活着 一个人多孤单啊 沿着记忆的轮廓 你们两个 等的是我的 就是应该在一起啊 如果爱记得为你受的 神奋 天赋了因果 我无悔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我一直等着你回忆我 大姐 大姐 崔家军大姐 杀敌数万 俘获揭朔申立部 方公部万语 更有车马 弓箭 粮草 无忌数 并夺回白水关 将揭朔 逐至白水山以北 不令犯境 臣崔已及亲自押戒 接受申立部 方公部首领 七人赴京献福 恭贺吾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朕就知道 朕是天命所归 无所不利 战无不胜 陛下 随已夺回白水关 获此大劫 都是陛下 纳言求智 知人善任之故 若非有陛下圣旨 并朝中六部 予以立元 也不能得此大劫 裴卿说得是啊 虽说 这圣旨 是朕所下 但是 还得朝中六部 各位爱卿 兢兢业业 帮衬他们崔家军 幸好近日 赵裴卿还朝 不然这献服一事 朕都不知道 给交给谁去办了 献服之事 按理应由 礼部会同兵部办理 无妨 虽由他们办理 但是裴卿你 还得替朕不照应一些 遵旨 这么大的喜事 既然献服太妙 就应该大赦天下 即刻据传旨 将姓王放出来 献服的时候 也好与朕同趣 陛下 崔家军大姐 姓王何功之有 姓王故意纵火 杀害数十条性命 这才有近多久 陛下要将其赦免吗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 你为何这般 不依不饶呢 姓王妃之死 难道不无辜吗 陛下 陛下 刚刚除了吉报 崔乙大将军 还有一封奏书 随吉报一同而来 元长师 你把奏书也念一念 看来这个崔乙 觉得军功太多 一纸吉报写不下 又另上一本奏书 来表彰一下 这次立功之人 是 念呐 叩请皇上圣安 臣平良大将军 魏阳大将军 朔州道行军大总管 左巍卫大将军崔乙 特为东宫立储之事 奏陛下 请立秦王溺为太子 以故活 住嘴 这个崔乙 简直是混账至极 陛下 陛下乃性情中人 但陛下是圣人 精口欲言 不能言辞轻慢 以免含了前线大将之心 他以为他打了圣仗 就可以对阵的家事 指手画脚吗 这个老匹夫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高 陛下 立储不是陛下的家事 立储乃是国之大事 崔乙身为边关大将军 上次奏书 理所应当 故乡的意思 是觉得老匹夫说得有理 陛下虽然春秋鼎盛 但除二之事 唯戏宗舍根本之重 凿证东宫之位 以戏与内之心 不要跟朕调书带 说这种大道理 立太子 那也得用朕说了算 不管怎么样 力敌力掌 都轮不到李逆 陛下 儿臣浅薄无知 不堪屈用 闭嘴 跪下 陛下 如今战乱始平 但北有皆说忽视眈眈 难有百岳上位平静 秦王率阵西军 秦王平乱 放拥陛下即位 垂拱羽内 为国朝之万年大计 臣已为 当立秦王为处 臣复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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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手 退手 阿爹的这道奏书 还来得及阻拦吗 大将军说了 知道小姐单于情义 不忍逼迫秦王太甚 所以这个恶人 就由他来做 大将军还说 料想小姐必定会阻拦的 所以 先奏请了朝中 递了奏书 想要阻拦 怕是来不及了 阿爹这是为了我 不惜把自己陷入水深火热当中啊 只怕是气冷会因为这件事情 十分气恼我跟阿爹 什么 崔乙尚书请立秦王为太子 这正是为何一下朝 就派人叫你来书房 那父亲呢 我自然是父义 韬光养晦 那是从前的秦王 自从他收复两经之后 秦王便已经是储君的不二人选 为人臣者 当为陛下执言 裴宪大将军呢 他也是父义 他也不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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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不能不听啊 朝中文臣为父亲马首实战 父亲表他应立秦王为太子 文臣们必然不会有二话 崔乙 这一步棋下得真妙啊 直取忠心 父亲这招顺水推舟 也是奇妙啊 大哥 大哥息怒 息怒啊大哥 大哥 我站在朝堂之上 只感觉到 大势已去 二弟 是大哥一时疏忽才遭理你陷害的 看来他早有预谋 我要面见父皇 哪怕活住我的性命 我都要面见父皇 二弟 你快帮大哥想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父皇 赦免了我 大哥想出去 不妨试试骨肉机 骨肉机 公子 怎么办 结束大败 翠衣竟然重新夺回来白水关 翠衣公然上书奏请皇帝 立礼逆为太子 既然如此 那对李俊和李来来说 便是火烧眉毛了 阿树 你去亲自问问李来 如今已经迫在眉睫 看一看他是否有用得找咱们的地方 我愿意为齐王殿下 排忧解难 是 今晚不见 可是这里 怎么着了 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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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湄 快点 东西还你了 你快走吧 秦王殿下请自重 从此两步相亲 请自重 七十五 七十五 八十 八十 八十五 这么多啊 九十五 还差五个 这个月啊 竟然 这个月啊 咱们给秦娘子 竟然 我记得钱啊 是一千五百钱 一千五 一千五 你能买多少小鸭子呀 太好了 买小鹅 小鹅长大了能下鹅蛋 还能看家 瞧你能这点出息 凭什么不买鹅 十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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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这儿找 是 是 第二 从此 待会相见你 小姐 怎么了 一个人坐在这儿也不点灯 一世走神了 那我去拿个火帘来 桃子 不用电头 我想自己在这儿坐一会儿 这是怎么了 你声音听起来都有点哑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我想坐一会儿 当天空 我才会冷 当月幕 我才会冷 当夕阳 让红红中 当温热 慢慢潇散 你这三更半夜的不睡觉练什么剑 我说你们少年人啊 就是心火棒 吵了架 去找他呀 我这搞不明白了 能有多大的事啊 这一宿一宿不睡觉 还会记得吗 还会记得吗 这不入相思门 难知相思苦啊 你就慢慢熬吧 我走 Hmm 我走了 你一定会记得吗 会忘了那些容的游泳 还会记得吗 爱思念这片苦笑话 也许你也会时而相亲 小姐 你一夜都没睡啊 没事 大顺洗脸吧 这就去 姓王到 陛下 姓王到了 我 君儿 你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父 父 儿臣 因为才也见不着你的 儿臣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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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没有啥王室了 不知为何那个李宁三番五次地想追我于死地 你马上就把他带死了呀 你以后他定然不会放红我 我今天能够见到父皇我就死而无憾了 你快 你快明日把我送回新王府 你切莫惹闹了其妄啊 李宁是我生的 我还能怕他不成吗 阿姨 静儿 你放心 朕马上就下旨 解了你的幽靖之苦 李宁若是敢说三道四 我必传仗打他 殿下果然神机妙善 姓王一解禁 就忍不住派人四处打听秦王府的戏事 可见 他是要对秦王下手了 如何 姓王的亲信 上次已被秦王 全部捉纳下狱 与此欲众 如今 姓王能信得过的 是从前张管事的儿子张二郎 我早就按照殿下的吩咐 去找人指点了张二郎 秦王的府中人事简单 唯有秦王的如母梦事 秦王待他十分亲厚 可他 拼有几个不成器的儿子 贪财好利 有戏可成 说不定 可以在秦王的饮食上 找出办法 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 殿下放心 绝不能够 我这位大哥呀 说他莽撞吧 足够莽撞 说他胆大呢 也是足够的胆大 只希望他这一次 能够有足够好的运气 一举成事吧 你也知道 我那个儿子郑五郎啊 十分的不成器 除了持久就知道赌钱 以前在家的时候 还总骂我是个老不死的 如今呢 他见到殿下富贵了 把我接到府里来享福 今日竟然又来巴结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奶娘不必接坏 也难为我家那个不成器的正五郎 突然又成器了一回 特意送来那么些窝笋干 这十七郎啊 很喜欢吃这笋干包子 也不是什么精细吃史 可那时候在梁王府里 又有谁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又特意给他准备什么呢 我那时候啊 总是从家里拿来窝笋干 给他做包子 那时候 他还是个小郎君呢 一顿饭 可以吃四个包子呢 我真怕把他给撑坏了 看 这馅儿啊 要多放点 好 我帮你 奶奶 奶奶你看 这样包对吗 你学得还真快 像你这样 温柔体贴 又贤惠又心灵手巧的人啊 不知道谁有福气 能娶到你做娘子呢 走 十七郎 十七郎 你猜谁回来了 他这两天啊 我都不太好试 十七郎 你怎么回来了 殿下脸色怎么回事啊 生病了 可能是无杖可打 惊气臣 一下就松陷了 这天天半夜练剑 脸色能好才怪呢 半夜练剑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这不是到了每年入京 树植的日子吗 我入京之后 就去面见了陛下 没想到陛下见了我之后 突然砍叹 说碧州太远了 就让我留在京中 多休息几日 全当休暮了 走 我带你去封英龙喝酒 替你洗洗澄 身子真没事 没事 去了啊 呀 来 来 陛子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你不是生什么病了吧 我没事 不过我家小姐 好像是病了 她怎么病了 懒于饮食 短于睡眠 他跟我说她没事 那是没事的样子吗 还不是因为秦王 小姐说 秦王一定是谁 其实石七郎这几天也古怪得很 总是出神 有时候我问他话 他就跟没听见似的 对 前几天姓王不是被放出来了吗 石七郎他想进宫跟陛下理论 但被裴大将军给拦住了 所以他这几天 是愈发地闷闷不乐 不认识了 他们俩一定是大大地吵了一架 比之前那次更厉害地吵架 桃子 你这么聪明 那这一次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吗 我是一点辙都没有了 我家小姐多聪明的一个人 还不是拿你们秦王毫无办法 石七郎也是 他那么聪明一个人 这一次也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也一定是拿你们崔小姐没有办法 冤家 俩冤家 今天殿下怎么还没回来啊 想来是在外面有事呢 这第一笔包子怎么都应该请殿下先尝的 但我有好几年没做包子了 也不知道这个咸淡滋味如何 罢了 今天我也不讲究这些尊卑了 老婆子见月 先尝一个 顾小姐 待会儿殿下回来了 你再同他一起吃 这样滋味才好呢 奶娘 好 好吃 石七郎 我正准备出去找你呢 发生什么事了 奶娘突然发了疾病 不成了 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 已经摸不到老人家的脉了 殿下 请接爱顺便 是什么奇证 怎么会变发这么快 殿下 老人家本来年岁大了 又突发疾病 我来的时候 其实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可能是心急引起 是和病医 现在也无法诊出 大夫 我 这边鞋 顾小军 奶娘发病时你一直在身旁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要没有手拿里不舒服 下午的时候还好好的 有说有笑的 突然就说胸口痛 然后就晕了过去 我赶紧去找报大哥 请了大夫 一会儿大夫来了 殿下也回来了 又老了你 殿下太客气了 奶娘待我如同亲人一般 我心里 也将奶娘当成了我的亲人 只是没想到 只是没想到 端端一生 就天人有格 奶娘下午的时候 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 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 要等殿下回来一起吃 盼滋味不好 奶娘还亲自尝一尝 牵扯 你好 死了 黎儿 杀 我送顾小姐先走 咱们好料理奶娘的后事 郭小姐 这边见 从前不觉得 如今看来 变得是真丑 但怎么就是舍不得扔了 小姐 小姐 怎么了 秦王的乳母 突然得疾病去世了 那她可是要伤心坏了 是啊 小姐 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我 小姐 世奇郎 我看了一口好棺木 已经替你揍了主 切好了就送过来 奶娘的窗户 我也替你拿了主意 师父也来算过 说要挺您七天 但不能停在家里 所以今晚连夜 要送到程卫的玉佛寺去 你也别伤心得太狠了 奶娘下午的时候 还给殿下做了笋干包子 说那是殿下最爱吃的 怕滋味不好 奶娘还亲自尝了尝 你自己帮着 走 要不然 住哪 他同家家押走 双重 真的要开棺吗 开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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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人去哪儿了 小姐 这么早你去哪儿了 桃子 你去告诉谢长尔 如果秦王怒冲冲地要出门 或者有别的冲动之举 马上就来告诉你 这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就是以防万一 好 我这就去 嗯 我笋干是乃良的儿子郑武郎送来的 给我笋干禁毒的是张二郎 已经被拿到 张二郎原是西王府管家的儿子 其供人说 因郑武郎曾听齐母说起 殿下喜欢吃此物 于是就买通郑武郎 在赌场的朋友王寺 穿夺郑武郎 将沃森干送到府中 来霸解殿下 张二郎供人 郑武郎并不知道沃森干有毒 但已经被信王府的人 杀了灭口 尸首仍在河里 万年县衙们正在打包尸首 这一大早怎么也就跳 也不知道是猪胸还是猪鸡 都怪那个奶娘的一把年纪了 还嘴馋吃什么包子 你吃什么包子吗 要不就能把李妮给堵死了 一了百了了 秦王殿下 等我等我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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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王殿下 殿下 大事不好了 殿下 你慌什么 你快说 秦 秦王殿下 带这人杀进来了 皇上 杀害大嫂还不够 你竟敢忙往府里逃躲 你怎么血口喷燃 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你 滚开 你想干什么呀 你不要以为你将奶娘儿子灭口 就追查不到 是你让人在他儿子带来的窝损干里下毒 是你害死我奶娘 这胡说八道 你怎么信口自黄呢 我 我喊你奶娘干什么 因为你想毒死我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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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真凭实据 我们不如去朝中 当着陛下 还有百官那边儿 偷个公道啊 殿下 公道 他谋坏秦王妃 杀害这么多无辜的人 才幽静几日就被赦免 那还要公道 让开 殿下 殿下 请我冲动行事啊 殿下 谢我要毒害你 咱们在陛下 还有百官面前 逼人要让他给咱个交代 但是如果你一见杀了他 朝中法度可在呀 殿下 但还一切都是铁证如山的事情 如果你杀了他 就成了你之过呀 殿下 你如果杀了他 陛下会怎么处置你 更会恨我们 为何没有拦住殿下呀 施西郎 为了珍惜君 你要冷静啊 神秦郎 神秦郎 如果忘了流年萤火 等回忆碎了沉默 若在你心上的斑驳 那牵扯 那牵扯 是我难舍 是我难舍 我过思念不曾遗落 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 宿命曾有过的温热 多想为你留着 如果爱情 如果爱情 等我们曾曾沉默过 从此爱上 我也要为你活着 沿着心里的轮廓 等待是我的施着 如果爱情 如果爱情 能为你说的承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如果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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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为你受的承诺 颠覆了影 我会为你爱着 心愿为了你割舍 一直等着你回应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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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